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七儿三姐弟搭我车 七儿三姐弟,姐姐,小气,小儿,姐弟三位 明天要搭我车去旅行 姐姐的行李有车票,人钱包,口香糖,礼物,手帕,衛生纸 小气的行李有水壶,游泳圈,牛奶糖,手帕,卫生纸 小儿的行李有牙刷,玩具车,糖果,小熊 终于到了要出发的那天早晨 那种口味的便当呢,好难选哦 叮叮叮叮叮,本列车即将发车了 找到了,是这个位置 火车开动了,我们出发 好,再站起来,再站起来,继续说 再站起来,继续说 好,可以了,出发了,出发了 发生什么事呢 好,去拿麦克风来讲话 好了,伯府,伯府可以了,可以了 出发了,我们知道了 快去拿麦克风库来讲 来,叶伯府,继续 然后呢,他们出发了,发生什么事 叶伯府 好,继续 哎呦,我的车票跑去哪里了 早就跟你说了 在下车前,都给姐姐保管就好了 没有,没有,不管哪里都找不到 嘿,孩子,这是你们钓的吧 哦,叔叔,真的很谢谢你 说再后,是奶奶耶,奶奶 你们好棒 平安地达成 大家都在等你们呦 气儿三姐弟 达成火车里达的奶奶家 真是一趟幸运的火车之旅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